第四十八集 土司们天天坐在一起闲谈 一天,管家突然问我 把这些人请到这里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才开始想这个问题 是啊 我把这些人请来 仅仅是叫他们在死去之前和朋友和敌人聚会一次 我要是说是 没有人相信世上有这样的好人 急获这个好人是个傻子 何况这个傻子有时还会做出天下最聪明的事情 要说不是 不管怎么想 我也想不出请这些人来干什么了 想不出来我就问身边的人 但每个人说法都不一样 塔纳的笑有点冷峻 说我无非是想在容贡家两个女人面前显示自己 他没有说对 我问黄师爷 他反问我 少爷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吗 我跟他们一样 自认为是聪明人 不然 我不会落到现在的下场 我这一问 使他想起了伤心事 他说了几个很文雅的字 有家难回 有国难投 他看到自己的未来 他说 将来 不管什么颜色的汉人取胜 他都没有戏场 他是这样说的 都没有我的戏场 他反对红色汉人和白色汉人打仗 但他们还是打起来了 白色的那一边剩了 他是红色的 红色那一边剩了 连他自己都想不起来 为他们做过什么事情 我没想到黄师爷会这么伤心 我问他 叔叔在世时 喜欢红色汉人还是白色汉人 是白色汉人 好吧 我也喜欢白色汉人 是这个情理 但 我怕你喜欢错了 他说这话时 我背上冒起了一股冷气 明晃晃的太阳照着 我可不能在别人面前发抖 少爷 不要先就喜欢一种颜色 你还年轻 不像我 已经老了 喜欢错了也没关系 你的事业正蒸蒸日上 但我的主意已定 我喜欢叔叔 就要站在他那一边 我找到书记官 他正在埋头写东西 听了我的问题 他慢慢抬起头来 我懂得他眼里的话 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 我知道 他那里没什么实质性的答案 果然 他的眼睛里只有一句话 命运不能解释 索狼责狼 对我不去问他 十分不满 他自己找到我 难道你把这些人召来 不是为了把他们都杀了 不是 我很肯定地说 他再问我 少爷真没有这打算 我还是回答 没有 但口吻有些犹豫了 要是索狼责狼再坚持 我可能真要下令杀掉吐司们了 但他只是在鼻孔里哼了一声 没有再说什么 索狼责狼心里有气 便对手下几个专门收税的家伙 大声喊叫 我的收税官 是个性子暴躁的人 他一直有着杀人的欲望 一直对他的好朋友尔姨 生下来就是杀人的人 十分羡慕 他曾经说 尔姨生下来就是新兴人 一个人生下来就是什么 而不是什么 是不公平的 于是有人问他 是不是吐司生下来就是吐司 也是不公平的 他才不敢再说什么了 管家曾建议我杀掉他 我相信他的忠诚没有答应 今天的事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看见他离开时失望的样子 我真想抓个吐司出来 叫他过过杀人的瘾 有了这个小插曲 我再也不问自己 请吐司们来是干什么了 这天 我跟吐司们一起喝酒 他们每个人都来跟我干杯 只有麦奇吐司和荣贡吐司 没有一点表示 两轮下来 我不要他们劝 自争自饮起来 跟我最亲近的拉雪巴吐司 和汪波吐司 劝我不要再喝了 说主人已经醉了 叫他喝吧 我这个儿子 喝醉和没有喝醉都差不多 他这样说 是表示自己才是这里的真正的主人 但这只是他的想法 而不是别人的看法 他说这话时 只有女吐司露出了赞雪的笑容 其实 两个吐司自己早就喝多了 他的儿子是个傻子 我的女儿是世上少有的漂亮姑娘 他儿子都不知道亲近 你们看他是不是傻子 女吐司以酒杯盖脸 拉住年轻的汪波吐司 让我把女儿嫁给你吧 容贡吐司把汪波吐司的手 抓得很紧 你没有见过我的女儿吗 你犯了我吧 我见过你女儿 她确实生得美丽 那你为什么不要她 想娶她就娶她 不想娶她 也可以陪她玩玩嘛 女吐司说话时 一只眼睛盯着汪波吐司 另一只眼睛瞄着麦奇吐司 口气十分放荡 大家都知道我喜欢男人 我的女儿也像我一样 我的新朋友汪波吐司 口气有些变了 求求你放开我吧 我的朋友会看见 我睡在地毯上 头枕着一个侍女的腿 眼望天空 我想 新朋友要背叛我了 我心里没有痛楚 而是害怕事情停顿下来 不再往前发展 我希望发生点什么事情 这么多吐司聚在一起 总该发生点什么事情 汪波吐司的呼吸 沉重而紧张 好吧 我在心里说 新朋友 背叛我吧 看来 上天一心要顺遂我的心愿 不然 塔纳不会在这个时间 突然出现在回浪上开始唱歌 她的歌声悠长 鸟鸟飘扬在白云与蓝天之间 我不知道她是对人群 还是对原野歌唱 但我知道她脸上 摆出了最妩媚的神情 她的存在本身 就是一种诱惑 有哲人说过 这样的女人 不是一个深渊 就是一副毒药 当然 这是对有着和哲人一样健全心智的人而言 我自己却是一个例外 我不害怕背叛 我在想 会不会有人失足落入这个深渊 会不会有人引颈吞下甜蜜的毒药 我偷偷看着王波吐司 他脸上确实出现了跌落深渊的人 和面对毒药的人的惊恐 现在 他有一个引领者 这个人 就是我的岳母 唱歌那个 就是我漂亮的女儿 这个傻子 却不跟他住一个房间 不跟他睡在一张床上 我想告诉他们 那是他作为一个女人的泉水 已经干涸了 但我管住了自己的嘴巴 天哪 我的朋友怎么会这样 你的朋友 我不懂堂堂吐司 为什么要把他当成朋友 他不是吐司 是傻子 女吐司说起话来 声音还像少妇一样妩媚 有了这样的妩媚 不管内容是什么 声音本身就是说服力 何况内容 也有诱惑力呢 我死了 位子就是他丈夫的 每当我想到这傻瓜 要成为容共吐司 整夜都睡不着觉 长久睡不好觉 叫我老得快了 脸上爬满了皱纹 男人都不想要我了 可你还多么年轻啊 就像早晨 刚刚升起的太阳 我本该听他们 还谈些什么 却在温暖的阳光照耀下 睡着了 醒来已经是下午了 女吐司看着我冷笑 我们这些吐司 不是你的客人吗 可你却睡过去了 我想说对不起 但我却说 你怎么不回自己的领地 有人在你面前睡觉 就杀了她 看看这傻子 怎么对自己的岳母吧 她不知道自己的妻子 有多么美丽 也不知道岳母 需要尊敬 她充认了一个 煽动者的角色 她对吐司们说 她想叫我回去 我不回去 我是她请来的 我们都是她请来的 她该有什么事情 没有事情 把我们这些 管理着大片土地 和人民的吐司请来 是一种罪过 你吐司一句话 就是吐司们 被酒灌得 昏昏沉沉的脑袋 抬了起来 王伯吐司把脸 转到别处 不敢和我对视 我这个吐司 没有什么事做 我认为吐司们 都没什么事做 你不配当吐司 快把位子 让给更合适的人吧 拉雪把吐司 不休不恼地说 自从当吐司 自己实在没做过什么事情 你们 又有什么脑子好动 地盘是祖先划定了的 庄稼是百姓 种在地里的 秋天一到 他们自己就会把租赋 送到关寨里 这些规矩 也都是以前的吐司 定下的 他们把什么规矩 都定好了 所以今天的吐司 无事可干 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 说 麦奇吐司 种鸦片 是不是有事可干 拉雪把吐司 摇着肥胖的脑袋说 鸦片 那可不是好东西 他还对我摇摇头 重复说 真的 鸦片 不是好东西 他对女吐司说 鸦片 使我们都失去了 些好东西 我并没有失去什么 我失去了土地 你失去了女儿 我女儿是嫁出去的 算了吧 谁不知道 在女吐司手里 美色就是 最好的武器 反正 我跟着你们这些人 动了一次脑子 结果 饿死了不少好百姓 失去了那么多土地 我想知道 你们想在这里干点什么 而不是讨论过去的事情 吐司们要我离开一会儿 叫他们来讨论 在这里该干点什么 我想了想 既然自己不知道该干什么 就叫他们决定好了 我说 小心点 吐司们好像越来越容易犯错误了 说完 我下了楼 带了书记官在街上走了一圈 顺便把刚刚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 我认为这些事情都是值得记录下来的 他同意我的看法 他的眼睛说 刚有吐司时 他们做出什么决定都是正确的 现在 他们做出什么决定 如果不能说是错误的 至少是没有意义的 我尽量在街上多逛了些时候才回去 吐司们却没有做出任何决定 一部分人想做事 另一部分人却什么也不想做 而想做事的人所想的事有大不相同 不想做事的吐司们说 家里啊 没什么事 这地方很热闹 就在这里啊 多玩些日子 汪波吐司下定了决心 要干件什么事情 他平和诚恳的眼睛里 闪出了兴奋的光芒 我派人去请西班 搭起了西台 我还在草地上搭起帐篷 面前摆上了机枪 步枪 冲锋枪 手枪 谁高兴了 都可以上去打一阵 但我还是不知道 请这些人到这里干什么 关于这个事情 我真动了脑筋 但想啊想啊 却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也就不再去想了 而我美丽的妻子 又在慢声歌唱了 我能想啊 我能想啊 这个原因是 我能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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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